两年一度的全港运动会 是以18区为参赛单位的大型综合运动会 共设有8个比赛项目 包括田径、羽毛球、三人蓝球、五人足球 右翼、乒乓球、榜球及排球 今届的个人体育比赛项目新增设分灵组别赛事 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年人能参与港运会 时次港运会有逾1500名青年人参与 反映令人鼓舞 在去年6月23日举行的开展活动 为港运会揭开聚望 接着举行升级教室、精英运动员示范及交流活动 体育讲座以及奥梦、变种运动我自fit 今届港运会超过7000名市民参加选拔 当中约4600名市民获选代表地区参赛 还有港运会心联心活力齐跑跳 希望将活力跑的热烈气氛心联心感延展至校园 一共吸引了58家学校的支持和参与 踏入今年2月 18区的运动员积极进行训练及备战 部分区制体育比赛亦率先于3月展开 而一连串大型的社区参与活动亦接种而来 包括今年2月25日 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举行的 18区细思奇拉拉队大赛 而成绩于即晚公布 在3月3日就举行了赛马会全城跃动活力跑 有超过5000名市民参加 一众参加者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4月21日举行的开幕典礼 标志着第9届港运会正式开幕 当日的开幕式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先生亲临主礼 并由两位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丁宁及王伊律 专同香港精英运动员许德恩及苏惠音 一同参与燃点胜火仪式 场面壮重而言闹 今届港运会除了逐八女子五人足球示范项目比赛之外 本届港运会亦新增三项深受青少年欢迎的盛史运动项目 包括霹靂舞、滑板及运动攀登 另外亦设有四项残疾人士体育比赛项目 包括轮椅三人蓝球、硬地滚球、智张人士游泳及乒乓球比赛 增加残疾人士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今届港运会八个项目的决赛于5月至6月举行 经过连串击战后各项比赛的奖项都已经名花有主 最后由元朗区成功位面总冠军 而总亚军及总贵军 则分别由游尖旺区及沙田区奪得 多个项目更拆新了大会纪录 其中男子18岁以上组别田径比赛800米 金字母和方言明 以及游泳比赛50米空泳张志杰 更打破香港纪录 第九届港运会闭幕契综合颁奖典礼 2月6月9日举行 也标志着第九届港运会圆满结束 多谢大家的支持 特区政府早前已成功取得巴黎奥运会 及残疾人奥运会的香港电视转播权 让市民继续延续体育狂热 透过免费观赏直播赛事 为国家队和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们在第十届港运会再见 第十届港运会